第十五集 都搞定了吗 搞定了 全在这了 你们往边上让一让 活活 不行 这些8807太弱了 以这等级的880 1000多才能练化成 一朵有效的元气880 距离一万有效数字还差太远 那怎么办 太史之地和洪洪大地的880 已经搜挂得差不多了 贝蒂 你可有良机 小伙伙带给你们的丹药 都吃了没 吃了 贝蒂 难道你是想 没错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去其他粒子剑收花一波油水 哪一个的起源之境 可以管理下属所有粒子剑 我现在把通道打开 你们分头行动 去不同的粒子剑收脚 若有不从者 直接动手 明白 离江城百万里开外 此地漂浮着各种大小不一的原石 就像是垃圾一样无人采取 当然此地虽好也不是人人都敢涉足的 野外之地四处皆是流浪凶兽 修为强大的甚至以达雷迎镜 灯灵镜凶兽更是多不可恕 没错 此地便是凶名远扬的兽神域 而作为兽神域五大势力之一的天妖国就坐落于兽神域边缘地带 帝都内一名身穿白色纱裙的女子及两名随从似乎在讨论着什么 凑近一看 只见这女子竟与子萱长得一模一样 但表情却显得格外冰冷 她缓缓开口 声音笃定不容置一道 本宫分体已晋升至上元界 吩咐下去 即日起天妖国全力搜捕子萱 臣等紧尊胜御 看来除了我之外 还有其他人在此地修炼 救命 有没有人救救我 道友 救我 你确定需要我帮忙 道友再不出手 恐怕小女要葬命于此了 这样啊 我帮姑娘 那姑娘前面猎杀的那些凶兽 可否归我所有 没问题 全都给你 当我傻逼啊 前面那些凶兽修为至少玄黄三阶 而眼下这头不过玄黄二阶 这特么不是百宁作气给我看的吗 姑娘莫胖 哥哥这就来救你 好厉害的凶兽 姑娘你修为比我高 请姑娘发发慈悲救我一命 快松开 姑娘救命 你这个混蛋快放开我 感谢公子的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恐怕只能隐身相许了 姑娘我好像也没帮什么忙嘛 公子已经帮了很多了 若是没有公子吸引凶兽注意力 我又岂能有机会杀掉他 所以公子万莫推辞 这样啊 那我就答应你的一身相许吧 话说你叫什么名了 回公子 卫阴阴阙 卫阴阙 不错不错 不过卫这个姓氏挺少见 不知你跟那个 离江第一美人 卫小飞是什么关系 没 没关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此人就是离江第一美人 卫小飞 嗯 妙哉 公子小心 是拔魁 拔魁 适合我 拔魁与寻常凶兽不同 他体内的真元都被融入了血肉 所以无法释放任何神通 也正因如此 他的肉身强大无比 无坚不摧 可有办法对付 当然有 不过只有真灵镜修维持真灵法剑的权力一击 才能与之对抗 公子小心 千 愿 破 就这 哪里用得着真灵镜 当心 公子 公子你没事吧公子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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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杀掉他 是完成任务的最佳机会 崔情话 兄弟们随我杀入城内 迎勾不可 陛下让我们为而不攻 真 一直为这多武器 不如我们现在打进去 毕竟我们吃了陈乐给他提升修为的弹药 北域那些猛风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么短时间内达到玄黄又金 我们现在开战 必定成功 不行 陛下既然都已凝聚下令 让我们为而不攻 肯定是有他的打算 现在贸然动手 只会给对方机会 我说你就是个死老金 那就等吧 报报报报报报报 报将军本域大营传来消息 让我们闭关死守等待救援 我身为本城大将岂能死守 敌方领军的两名大将不过玄黄一阶而已 这等萧小又岂会是本将军对手 将军 眼下是我军人数太少 如何能敌对方大军 哈哈哈哈哈哈 将军 何必大动干戈 我只需待五亲士族城外营帝 待我取了敌方将军首级 难与大军自会不战而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 tienes 抓住 虚kte 老子 多杀 雨 铁 大江 遗 滾 零